好 回到節目現場 紅綠委員民進黨最近開了好幾場記者會 在質疑這個侯友宜的家族買地 是不是有這種違反啊 什麼就是公務人員的一些 就是類似旋轉門的規則等等的 有沒有利益迴避衝突呢 可是人家侯伴說 新裝復新段 完全不具備都庚的條件 說你們人家通通都是在抹黑 來綠委員 我先說法律的規定 只要你是首長 你的三等親之內 不可以在同一個機關裡面 你可以利用機要秘書 但是你就不可以利用三等親以內 為什麼 就是怕有這個去操作的空間 對不對 你有可能沒有 但是不能人要這樣想 你要怎麼說 要怎麼改歲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好了 蘇貞昌院長也當過台北縣的縣長 你們可以去查 他在新北市有任何一塊土地嗎 連一坪都沒有 這叫避險啊 你既然已經當了新北市市長了 你的太太就是你家還繼續在買地 我市長買我新北市裡面的土地 這個說出去 人家都會覺得是有草地皮的嫌疑 而且委員 我們來看這不能買一百 因為段一天有經歷出來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那時候有她是副市長 副市長 那個時候呢 女兒的公司花了一千多萬買了六分之二 那一塊二五三地號的那個持份 那另外呢 二零一七還是副市長的時候又買了一次 最後就是二零二三年 這個二零二三的二月四號 哇 又是幼育公司 哇 以八百零幾萬買 二零二三已經是今年這樣 已經連任市長又買 統統都是副市長市長任內 這一塊地啊 已經二五三地號 已經幾乎被他們家買完了 已經買了六分之五了 只有六分之五 已經買了六分之五了 已經幾乎快被他們家買完了 那我必須說一個 他剛剛說 這個房子很老舊啊什麼啊 不具都更了解 侯友宜 你說謊 為什麼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房子沒有價錢啦 土地才有價錢啦 你現在人家談都更談什麼 不是問你現在家裡有多大 是問你土地持份有幾坪 然後你才可以分回來多少 都是問這樣啦 這是一個 那你說什麼叫辦事項 我認為 我跟你跟大家講 只要都更之後 都沒什麼辦事項的東西 對不對 而且我不知道照不照得到 新北市政府啊 新北市政府他們的公告裡面 在新莊這復興段裡面這邊啊 就現在就有三處在辦都更了 現在就有三處在辦都更了 你看新莊 這個總共有三處 你看新莊都是復興段 四三六地號 都在他那邊 大家看清楚 這是在申請中的是不是 對你看哦 就在這裡 那你侯友宜你是市長 那你竟然還睜眼說下話 說這邊不具都更的條件 不然這三個是白癡 這三個是笨蛋 為什麼會花這麼多錢 要來做這個 我跟你講 我以為你不能這樣子顛倒是非 這一個只要有土地 尤其是在新北市 你像新莊板橋啊 什麼這些精華地段的 只要是有土地 就是具有都更的價值 而且我跟你講 他現在只是沒有申請都更 不是不能都更 我必須要說清楚 他是還沒申請 他沒有申請不是不能 但如果他申請了之後 我跟你講 新北市政府這幾年的 所有的新的 關於都更的政策 剛剛好完完全全符合 侯友宜他們家的所有的條件 距離捷運本來從三百公尺 放寬到五百公尺 剛好符合 他們家現在這個二五三 二五四地段 來本來人家是要八米以上向道 才可以符合的 他現在六米到八米 也可以提高這個農機的獎勵 為什麼人家以前要八米以上 你如果路太小了 你出去不方便 所以當然你讓你蓋太多 蓋太高 這樣會撞車可以 種種的原因 容積獎勵是什麼意思 就是侯友宜你們家的土地 如果不申請都更 可能本來可以蓋五層樓了 你現在符合這些條件 從兩百變兩百四 你五層樓你可能可以蓋到七層樓 多出了兩層樓 多出了幾百坪 以新狀的地價 我一坪我們算不要多了六七十萬就好了 差不多啊 新莊那邊 你多增加了多少啊 對不對 你看只要一百坪 我們算七十萬 你就多了七千萬喔 這個你都不用發揮一毛成本 就是因為你自己是市長 你把它放寬 你說可以蓋這樣子 這不是量身訂做辦是什麼 剛好你們家都這樣 你為什麼不三百公尺你就維持三百公尺 你不放寬到五百公尺 你放寬五百公尺就變你的 那人家本來八米向道好好的 你現在說變成六到八米 這不是因為你家嗎 你會讓人家這種感覺 好如果說你是一個市長 你要讓新北市的這個都更能夠快速通過或什麼的 我跟你講 你就不要說是在捷運幾百公尺 你全新北市都不要捷運全新北市都一體適用 不就好了 這樣新北市不是更快能夠徹底的翻新 所以我認為啦 這一個啊 侯市長你完全不避險的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必須要說 當一個市長不可以這樣子啦 這太陷了啦 太離譜了啦 來這個融積率的部分 這靖妍你現在是查好嗎 不然你再等一下啦 還要你查一下 我先請教一下這個台中的這個智昌議員怎麼樣看 因為這個侯友宜的太太 大家都知道他非常的低調 不過為了這一次這個選舉的事情 為了這個凱旋院的爭議 這樣是他有寫了這個公開信要來力挺丈夫 甚至侯友宜他有說 他說這一次選舉他太太有跟他講 如果大家再繼續這樣不回歸政體的話 侯太太會站出來要拿起來台喔 侯太太要出來喔 來這個智昌議員 首先呢我想從這個爭議啦 包括凱旋院等等 這個新莊的土地的爭議 我想先提第一件事情 我們拿候選人的太太來比較 我舉賴清德 賴清德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他的太太是在台電的服務 他那時候就在台南的營運所 自動請調到高雄 不因為你熱情就做台南市長 後來到高雄 後來賴清德接行政院院長 他的太太就退休 直接辦禮提早退休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不要讓人家 你媽媽你太太 公園阿威 對你有敵冠 你有什麼勤勢 頂頂的 我想從這個 這一個對照來看 就知道我想對自我的要求 甚至是對家人 不管他媽媽 甚至她的女兒 冰店 我想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我想在我們台中 在合併以前的原市區 就是大家政治經濟學 在探討的研究的主題 都在原市區的12期 總共有12期的重劃 而這個我想侯友宜的模式 其實就跟台中一樣 什麼意思 我想這個政治民選的首長 跟地方派系 或是在地的利益團體 透過所謂的都市計畫的 一個決策的過程 我可以決定這塊地 未來是什麼 附近有什麼公共設施 我可以怎麼樣來做發展 假都市發展民意 或者是這個行土地開發之實 來做一個項圖條章 來滿足地方派系的利益 我想這個就是如此 所以侯友宜他土地 土地誰 土地他媽 土地他女兒 什麼都他們家 不是我們其他人 所以說這也是我想侯友宜 今天他施策的一個重點 為什麼 他萬萬沒有想到 去年選新北市長的時候 其實已經被檢驗過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去年侯友宜在新北市長的人氣 是多高啊 多好做事情 算新北市長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 今年尤其最後這一個月 沒想到凱旋院 他們家的房產等等 會被拿出來檢驗 尤其檢驗下去 對於20到39歲 這個年齡層低薪 因為通膨生活辛苦 可能要養車 包括家裡家庭的負擔等等 我要租房 我想一手 哇這樣收租金收到 這樣油洗洗 一方面透過政府的這個政策決策 讓他們家的土地 又或者是讓某些人 在未來的哪些土地 城市的發展上面 又能夠大賺一筆 我想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我們在看的 也是一個要選總統 你不是新北市長 你是要選總統 是不是未來國家的理由 你都可以這樣歐龍洗頭 我想這是大家要看的 這個越檢驗下去 我們看到現在侯康佩 跟賴梢佩的民調差距 已經越來越多了 這個是今天美麗島電子報 今天這已經是第100波的 這個民調了 賴清德是40.2 侯友宜28.7 哇這個越解釋民調掉越多 所以等一下國民黨代表靜眼 壓力很大 所以待會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來聽聽國民黨 怎麼樣來解釋 歡迎收看